好来看到中国解封之后 各地的医院还有殡仪馆都出现大爆满的情形 惨不忍睹 知名的传染病学专家张文宏 他日前一段内部培训的录音曝光 直指目前大部分的医院对病人的治疗手段根本是无效的 然而抗病毒药却是一盒难求 黑市价格炒作到16倍 大约是台币20亿万 新冠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肺炎 你现在给它调控制住 把这么多水掉到废里去 你想干什么呢 中国医学专家张文宏 1月2号对上海敏行区医师开讲 点凭医院缺失 真真见血 录音档在网路疯传 我们治疗的方案不是针对新冠病毒本身 既不是针对炎症 也不是针对病毒本身 这样的治疗是无效的 所以我们在医院会一次又一次的延续着 这样的无效的治疗 你再消耗掉病人 最最最最宝贵的环境气色小时 张文宏说 目前大多数社区医院所开的退烧药 抗生素咳嗽药和中药全都没有用 还是得想方设法拿到抗病毒药物 但说穿了就是医药难求 你认为这样的治疗会奏效吗 但是为什么会使用这样的治疗 是因为大家手里其实并没有有效的药物 昨天同时有三个校长发我微信 前面两个七十二小时的都是采取我给大家培训奖的 第一抗病毒药物 辉瑞口服抗病毒药Paxlovid据说被中共权贵给垄断 黑市价格炒到16倍 一盒相当于台币21万元 路透报导北京政府正在与辉瑞洽谈 要在中国生产Paxlovid仿制药 判能够在1月22号农历春节之前敲定协议 中国多地殡议馆已经24小时全天运转 遗体却还是稍不完 随着过年逼近春运返乡潮启动 中国疫情只会惨上加惨 明事新闻聪环综合报导